這邊還有一個吊橋 非常好看 那男女羅湯就在前方 也是由小木木所搭建而成 那靠右手邊的呢 就是 廁所 那現在我們將上去買票 來準備泡一下大粽子 可以看到前面有湍急的南洋溪滋流 吊橋上面已經有人陸續在走動 那對面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那前方就是鳩之的溫泉姿勢 融融白煙冒起 拍攝對岸的橋桶 前方就是鳩 人手開墾的嗎 我們即將前往鳩之澤自然步道 聽說是 山地族人的用手做開墾的 調步道 上面寫的是400公尺 我們等一下來走看看 好 從這邊我們可以聽到多旺溪的流水聲 非常寬之 好,那就先這樣吧 結束開了 九之澤裡面的販賣中心 販票中心 這邊有個販賣部 這邊就是鳩之澤的露天溫泉 這邊就是鳩之澤的露天溫泉 因為今天天氣太陽比較大 所以抱起來很熱 抱一下就起來了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就走在這兒 在鞋子上 真的把鞋子押忍 好